上个月27号台北发生一起严重的火警 当时小队长方骏红冲进火场 遇到闪燃当场昏迷 最后急救无效 家属忍痛决定把管 而上午他的告别式举行了 副总统吴敦义等人也前来致意 小队长身后留下了九个月大的女儿 而告别式的现场 他躺在母亲的怀中 让人看了十分不仁 行鞠躬你 鞠躬 深深的一鞠躬 对着花海中英功殉职 消防队小队长方骏红的人形力牌 穿的是消防队员的制服 39岁的方骏红 笑起来是这么的有自信 谁也没想到 3月27号的那次执行勤务 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对社会的付出 当时消防队毫无犹豫地冲进火场 却遇到瞬间的爆燃 方小队长当场昏迷 不省人事 经过了抢救 情况依旧持续恶化 家属不忍心小队长继续折磨 做出忍痛 把管的决定 把管后 载运小队长的林车 特地返回部队 宣告解除任务 其他的打火弟兄 站在两旁 是画下句点 但是却留下结婚两年的太太 和才九个月大的女儿 令人不胜唏嘘 同学突然这样走了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蛮悲哀的一个 告别式的这天 情有实在难忍悲痛 方小队长燃烧自己的生命 去保护他人 这样的精神 如此的奉献令人敬佩 而随着国旗的覆盖 方小队长也终于能 好好的收息了 记得寻乱家潘丽佑 台北报道